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 然后来到这个第64到第65页 那么先看这个活动12 有1和0的处法 所以我们完成算式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个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背好你的乘法表的话 好像比如说是中间 通常都是5的乘法表 比如说这个 那么你就通常是从最右边开始 我们背这个乘法表 所以就是155 155 所以这个1乘什么得到10 那么你可以试看122 133 144 那么其实答案就是10 然后这个不是在乘法表以内 不过这个是0乘8 什么东西乘0都是得到0的 所以这边肯定是0 OK 然后到这个 乘法表414 然后这个不是乘法表 什么东西乘0都是得到0 所以这个也是0 OK 0除0是得到0没有 答案是不是 如果你按计算机的话 它是有error的 我们讲有错误的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 0除0是等于0的话 其实不对 所以可能 不过你们比较容易记的话 是先0除什么大锅 如果0的话号码 或者是小过0的号码 它多数会得到0的 OK 就是这样 所以0除0不是等于0 OK 这个4K8问题了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 1乘什么得到1 答案是1 那么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活动是3 那么谁问谁答处法 所以看到这个顺序解答 带小莫回家 然后我们国家这个马来莫 所以我们就是他要看下 他的路是这样子走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 也是样子发表 2 2 4 这边是2 然后这个顺着来就是这个 啊 这个东西会 什么东西 OK 这个其实是这样 85 40 乘法 我们的乘法表 5的乘法表吗 这边开头 85 40 所以这边是40 你不要看到 好像5跟8 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样 这个不容易要写3 还是什么 不是 OK 教学我们看这个 7乘什么得到56 OK 8哦 然后这个37 21哦 记得那个等于啊 隔壁右手边哦 只要有一个号码罢了 才可以这样子做哦 所以有两个号码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哦 所以我们就是 比如说这个9981哦 然后到 这个哦 339哦 然后这个8 乘什么 32 8是32哦 你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做一点哦 7 10 70 记得的符号是这样哦 除哦 所以你有这样的格式才可以这样做 就说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有这样的格式 才可以用乘法表 这边 133 这样子用哦 所以这个只是 大概跟你们讲哦 所以到这个最后一个哦 46 24 所以最后回去这个森林哦 OK 这个已经解决了64面了 那么就看第65页哦 OK 活动时是有余数的除法 我们来到这个除法的 余数哦 所以圈一圈哦 这个叫你圈哦 回答问题 所以慢投两个两个的分 所以如果你是两个两个的话 那么你可以这样哦 这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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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这个两个哦 那么你是可以自由圈哦 然后剩下一个哦 所以可分成多少组 所以你看这边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所以这边分成四组哦 那么剩下的一个哦 所以如果你算看这个 慢投是有九个 所以号码最大放在左边哦 然后除以 在圈子里面的数量哦 就是这个哦 然后这个有多少个大的 这个哦 就是四个哦 所以这个余数写一个E哦 所以通常是41 41这样子来写哦 所以要证明它的形式 差不多一样了 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子来写哦 所以上下左右这样子来写哦 所以这个月饼四个四个的分 所以如果你四个四个 OK 其实你比较容易画可能就是这样哦 这四个 那么这个可能 四个哦 那么这个又四个 然后这个没有四个哦 所以不用画它哦 那么可能不用画到那么 太多个交叉了 你们这样子画就已经 他没有讲一定要画完整了 所以只是 你有七分开来就很整齐了 所以我们这个可分成多少组呢 所以这个一组 两组 三组 我们可以分成三组 虽然感觉好像四组这样 但是这个没有完 完整嘛 所以我们不算是一个组哦 所以剩下多少个三个哦 所以这个有15个月饼 那么除以每一个大圆圈里面有四个东西哦 所以大圆圈是有三个哦 所以剩下三个哦 到这个种子哦 分五个一组哦 所以我暂时这边可以看到有五个哦 然后这边是五个哦 那么这边可能也是五个哦 所以分成三组哦 那么我们就剩下一个哦 所以这边有16个 除以在一个大圆圈里面的数量是五个哦 那么大圆圈里面是有三个大圆圈哦 就说三个大圆圈啊 所以剩下一个哦 所以你看三一三一哦 所以这个报纸 每一组有三个哦 所以我们就三个三个这样来圈哦 所以这个三个 三个 OK三个 这个三个 所以这边也是有三个 这边有三个哦 所以剩下两个出来哦 剩下是两个的 所以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哦 所以六组剩下 二个哦 OK所以这边二十个 除以每一组三个哦 所以这边就是六哦 那么接下去就是这边是二哦 OK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的这个第六十四 还有第六十五页哦 OK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这个 有这个video list哦 你可以看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 有这个链接哦 那么你可以加入六老师这个 所开发的这个telegram robot哦 你可以去看看下哦